我是鄧昌 今天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鄧昌 今天我們來開箱的就是這個 PS4人 薄機 這款薄機呢 它是500GB的 現在只要買薄機呢 加上790塊 就可以附送兩片遊戲喔 那這兩片遊戲呢 其實是 它有8片讓你選擇 我這一次選擇呢 是龍者都二龍的第一代 跟太空戰士零式的重置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這個 PS4的薄機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盒裝 它的盒裝跟上一代其實是很像 但是比較小盒 所以它裡面的主機會不會又更小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打開來呢 跟之前的那個盒裝很像 它的手把只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呢就是最新型的PS4的手把 它這個是有做改良型的 所以買薄機送的就是新的手把 然後這要跟大家看一下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有一個 HBMI的線 電源線 還有一副 盒麥 還有一個 手把的充電線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我們的主角喔 還有說明書 這一台就是我們的主角啦 它就是PS4的薄機喔 它真的蠻薄的 跟上一代比起來的話 這裡就是放光的地方 這個電源線 跟一個可以除件 匯片的實體按鍵 我們通常第一代的PS4呢 它是用感應式的 但是它這個 薄機它也是使用實體按鍵的方式 它這裡有提供兩個 USB的插座 那在上一代的主機呢 距離是比較近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薄機 它距離是非常遠 這樣子兩個 兩個USB裝置呢 就不會互相打架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是還蠻好的 旁邊是出風口 然後後面就是一些孔位 HDMI跟電源的孔位 還有擦攝影機的孔位 這款重量真的是蠻輕的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到PS的販售的門市 來跟他們購買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想要持續追蹤我更新的內容呢 那你可以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